9月15日全球最大矿池EaseMine发布正式公告 以太坊的挖矿阶段已于2022年9月15日结束 而截至目前不可能再使用显卡或ASAC机器 在以太坊网络中挖掘以太币 说人话就是此时此刻游戏显卡已不再被用于以太坊挖矿 家人们这直接是见证历史了 当然以太坊的合并在表面上虽然与我们游戏玩家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背后嘛它是直接关联到广大矿场狼板的利益 而这部分利益就转嫁到了游戏显卡的售价上 所以最近两年来以太坊的高涨就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个价格奇迹 比如2万元的3090 1.5万元的3080 甚至3060这种卡也能够卖到5000元以上 这完全是离谱至极 但是现在嘛以太坊的合并直接是掐住了矿老板的命脉 跟着AzaMine的公告表示 由于这种转变以太坊的矿池已经切换到了紧提款模式 矿工们将无法再次连接 而现在还有的余额要么选择手动提款 要么选择用天然气进行置换 同时AzaMine也表示 将不会为任何的以太坊炮分支提供专用的采矿池 所以各位矿老板们先一路走好 针对于此以太坊的创始人发推特表示 合并将会使全球用电量减少0.2% 好家伙 这个以太坊不仅是割韭菜 而且还浪费全球能源 妥妥的废品一个 至于合并后显卡的价格会不会迎来暴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来我解决的一键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